如果有人要邀請我們去演出的話 一定是你們上台演出啦 對 你今天沒有六年級 所以你們所有要會敲有打鼓 更重要的 老師講過 上台講口白是一件非常光榮的 有任務 而且也表示說你的口才很好 如果你會講口白 像陳昇誠他不再講口白 他還會拿扇子說故事給他電話 那他不但是很厲害 將來還會參加一個歸文競賽 保證他一定是拿全線第一名 現在口才好的人可以說是越來越少 尤其是像你們現在開始練習 上次我們練習兩個角色 等下有時間的話看看你們有沒有背起來 有背的我們獎勵 今天在學第三個角色因為時間不夠 所以今天要先介紹另外一種角色 這個角色叫做墨 我們介紹過深 也沒有介紹過近 深但近墨醜 現在講墨 墨是指年級大人 醜講過了嗎 醜講過了嗎 深但近墨醜 醜又陸續介紹 因為醜這個角色沒有固定的音色 但是這個墨呢 只是年紀大的人 他一定有一個音色 上次有介紹 舌頭往你們後面嘴 你現在講話本這樣子就是老 為什麼會有這種聲音 因為年紀大的人他的牙齒怎麼樣 掉光光的 然後那個發音部比較準 所以他的聲音會怎麼 會從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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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雖然吃了,只要吃了,我每一個聲音都會吃 你也吃什麼? 我對聲音講得很好,來換下一位 我不要順便給他出門了